好的,社区里积极来推广共餐 市府方面也因应高龄化社会的来临相关的老人福利政策 除了鼓励长辈们来担任不老志工 先服务他人储存时数之外 以后可以把这些时数换成相关的服务来让自己受惠 为了让更多的老人家可以得到这项的服务 市府整合了教育局、社会局、卫生局等跨局数的资源 鼓励学生来担任世代志工 而这些学生的服务学习时数达到了6000个小时 要来捐赠给志工银行 让有需要被照顾的长辈们可以来向志工银行提令 新北市秘书长徐玉宁代表新北市志工银行 接受学生代表捐赠世代志工服务时数 并且颁证感谢状肯定世代志工的服务热诚 因应高龄化的社会 这一群孩子担任世代志工的方式 来加入关怀的行列 同时借此培养学生懂老、敬老和清老的精神 这些学生很有爱心 把这个6000小时的服务时数 本来是可以兑换自己使用 也可以作为学校的一些需要的对象来做服务 可是他们愿意把它捐助做公益 把这样的大爱传出去 这也就是我们高龄照顾存本里面 最重要的精神 把爱传出去 大家来做公益 我想这样的服务时数是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长辈 就是因为他们就会觉得说 你是哪位啊 我干嘛要给你碰我的手指甲或脚指甲 或者是我明明就已经没有牙齿了 为什么还要教我截牙齿之类的 对啊 然后就是要告诉他们说 没有没有牙齿 但是有假牙 假牙也要顾啊 对不对 对啊 然后美甲的部分就是说 有些像阿嬷 他们会说 男生的爷爷就会说 我干嘛要擦指甲油 然后我们就会说 没关系啊 擦透明的 很漂亮亮亮的 开心啊 那我觉得去服务是 服务其实也不是来要时数的 就是能把就是爱传到各个世界 不论是小孩 高龄长辈就是都很好啊 然后也是自己人生就是成长经验吧 对累积经验 就像这位同学一样 新北市大专院校和高中职的学生 陆陆续续投入银法据点进行服务学习 不管是带着长辈做防蝶操 还是提供其他的服务项目 截至今年7月份为止 同学们的服务时数已经高达6000个小时 以30比1的比例 兑换200个小时的服务时数 捐赠给志工银行 让有需要的长辈可以来利用 而这项服务不打烊 为长辈来做服务的方案 未来也将推广到新北市 所有的校园当中 我们现在目前 国小国中跟高中都有参加 目前参加有44个学校 那我们现在先从区域 找几所学校先来做一个示范 那接下来我们尤其在国中的部分 会推行到全市的学校 都一起来进行这个有意义的服务学习的活动 迎接高龄化社会 从现在就要开始做准备 学生担任世代志工的方式 到老人居典来做服务 不但可以为社会储存未来的照顾资源 也让这群年轻学子 能够来营造适合居住的幸福新北市 中江新北新闻 板桥采访报道 好 好 好 我以为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